试试论 我们在完成了WSL II的安装 以及ZSH 和All my zshare 的 框架的安装以后 我们接着在今天的这个影片里面 来介绍一下 ZSH 或者是说All my zsh 这样的一个环境,它的一些基本操作 首先我们会先介绍我们这个命令行的输入的几个常用的按键 然后再介绍它的TAP 补权的一个功能 还有命令行重复执行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快速的重新来执行 还有一些简化我们输入程式指令的一些方便的一个代名的方法 首先我们就是先来介绍一下 ZShare 它的几个常用的输入命令的指令的这些键盘 ZSH的键盘按键有我们常用的这几个 比如说我们先把萤幕给切换 清除萤幕 然后我们叫出以前使用过的指令 在ZSH 里面我们要叫回上一个指令的话 其实就是按往上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往上 它就会继续找出以前上面执行过相同的这些命令 就都可以帮我们找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重复 来执行我们执行过的命令 我们先跑到这个 After Update 然后要把游标移到整个指令最前面就是按Home或是按End 或者是按Ctrl A或Ctrl E都可以 然后假设我们要Ctrl A到第1个 我们要在单字之间的移动 就是按Ctrl 相右 它就会在这个字上面会做移动 Ctrl 往左就是往左边移动整个字元 然后假设我们在这个 要把目前游标往后的指令都删除的话 就是按下Ctrl K 整行都要删掉的话 就是按 Ctrl U 它就会整行帮我们清除掉 那假设我们还需要重新把它叫回来 然后假设我们要删除右边的单字的话 就是按 Alt 跟D 它就会删除一个Token 一个Word 然后 删除左边的字的话 就是按Ctrl W 其实这几个可能 比较不会去记得 但是这个Ctrl U 会比较常会 使用到 还有假设我们 输入了很多命令以后 我们可以按Ctrl L 它会帮我们把整个萤幕 帮我们做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下了一些别的指令 我现在萤幕 我想要把它整个清除掉 我们当然可以打Clear这个指令 或者是我们直接按Ctrl L 它就会把整个萤幕清除掉 我修改过的指令 假如是很长的指令的话 我只是要修改我里面的一些修改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按这个移动 如果常常要修改的话 或者是真的是非常长的命令 你可以直接按Ctrl X 跟Ctrl E 它会帮我们跳到 这个 VI里面 然后呢 它再会帮我们把在VI里面修改的内容 再重新帮我们带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编辑 命令的一个方法 好那 现在有几个按键 我们希望 能够把它调整成 跟我们在 Windows的命令提示资源 也就是Cmd.exe里面 比较一样的一个按法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下面这些 方法 来做输入 比如说 Ctrl U 由表面移回来 Ctrl U 把它清除掉 我们可以直接修改 我们这个.zhrc这个档案 所以我们ShiftD到 Tude 回到加目录 然后VI VI.zhrc 我们 Zh的resource档 在这个resource档里面 我们就是 可以把我们的游标移到最后面 然后在后面开始增加我们自己的一个新增 我们按下I 让它进入插入模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Bindkey这个指令 把我们要 特别 设定的 按键给输入进来 就是单引号 backward1 再单引号 它要执行的是 单引号 是backward 对 QLine 就是往后删除整行的意思 也可以用这个四周经纬的方法来表示Escape 这个 反写E是表示Escape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要用Escape 来清除我们的内容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整个复制起来好了 然后再回到VI里面来 我们用滑鼠右键 整个把它贴进来 这一行就等于是 重复了 整个把它杀掉 离开 按两个D 小写的D 就是删除一列 好 那这个呢 假设我们用上面这一个好了 然后下面这个 就是按Ctrl-End的话 它要可以帮我们清除 后面的内容 这个应该是 要 我们要 好 按I 再打B进来 好 按Escape 离开 然后打 输入冒号 wq 把内容给写回 我们这个.zhrc这个档案里面 然后再用Source 重新执行一次 .zhrc 重新载入一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输入有没有成功 我现在打了一行指令以后 原来是Ctrl-U是清除一行 那我现在按下Escape 它也会清除一行 所以等于我们刚刚那个BindKey的指令就成功了 还有呢我们输入这个指令 我们希望 跟 输入的指令我们希望跟 以前一样 比如说这个5 随便我们一个指令好了 这个指令我们希望 我的滑鼠 游标在这边把后面清掉 那当然在这个 标准的呢当然就是 游标以后就按Ctrl-K 但是我希望跟 迷你提示资源相容 迷你提示资源 在 在这个Cmd.exe里面是按Ctrl-End 清除游标以后的指令 所以我们就用 刚刚这两个BindKey就把它给设定进来了 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每一个按键 它要使用的代码是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可以使用 ShowKey这个指令 使用ShowKey 这个指令 后面再加上-A 所以我们打ShowKey -A A是ASCII的意思 显示出它的ASCII 好 然后要结束这个程式 是按Ctrl-D 现在假如我们要按那个 网上那个 那个按键 看看它的这个 ASCII Core是什么 它就显示出来了 第一个是10进位 第二个是8进位 然后第三个是16进位 因此 往上这个按键 它的 在那个 我们的Share里面的组成 就是一个Escape 然后再加上个10进位的91 再加上个10进位的65 这个ASCII Core65 其实就是大写的A 表示出来 我们看到的符号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边 我们有任何的 按键 不晓得它的那个 Code是什么 就可以用这个 Sharekey-A 来做查询 要脱离它 就是按Ctrl-D 这个是基本 按键的一个方法 按键其实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真的想查的话 是可以用这个 ZSH ZLE 这个 这个main 就这个手册 来做清查 你可以从这里面再查到很多 跟按键相关的很多的讯息 就等于是命令行输入的相关的这些讯息 接着是Tab 补权的功能 我们在 ZSH里面 输入命令的时候 它的Tab 都有可以帮我们做命令补权的功能 比如说 假设我在 我要看我目前的这个 目录有哪一些 当然 我们输入的指令 就是用 LS 我们可以这样列出来 可以看到所有的命令 其实 Tab补权的意思是说 打了LS以后 我按个空白 然后 我按一个Tab键 它其实就会帮我们把 LS带头的命令就列出来了 那这个是 第1个Tab的补权 那假设我是要 我就是要执行 LS这个指令 那我们就按空格 再按Tab键 它会变成 帮我们找出 我目前所在目录 所有的 档案的内容 包含 子目录都 显示出来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按下Tab两次以后 它会进到这个选单里面 来让我们 选择 目录 然后你选好以后 你直接按Enter 它就自动帮我们带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Tab补权的一个功能 然后甚至于说 我们在 输入Cue这个指令的时候 因为Cue我们是要杀某个process 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是用PS 然后-EF 再用Grap的方法 在输入比如说 假设我是要 找LS 假设我要找VI这个命令 那就是这样子的方法 来显示 那 我们事实上如果用Cue的话 它可以按两个Tab 按Tab 它就会进入这个选单 按两下 要按两下它才会进来让你选 然后你找到你某个要删除的命令的时候 你就直接按下Enter 它就帮你自动把 这个对应的那个process ID就直接帮你带出来 所以这样就 少掉你直接用PS 去看多少 有多 几个process 再来Cue的这个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命令重复执行 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按往上就可以把执行过的命令给打出来 那如果我们要带出 最后一个命令 其实就是按两个警探号 它就会帮我们把刚刚最后面 最后执行的那个命令给带出来 我们要看到所有执行过的命令当然是打history 或者是我们All my zsh 我们有启用了那个 common alias的话 它有定义了一个h 它就等于是做了history 然后刚刚最后一个是第531 的这个指令是PS 所以两个警探号就帮我们带出来 那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把最后一个 已经变成532是history 所以我如果打两个警探号的话 它会变成是 重复执行这个h这个指令 然后 然后 假设我们要找出 符合某个字串的命令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按 进了号以后 然后再输入我们的命令 比如说假设 我是要打 ls这个指令 然后我们再按Tab 它就会去帮我们找出 我先前执行过的这个 符合字串的这个命令 再来是 zsh对alias这个指令的扩充 我们alias是设定一个 命令的一个代名 假设说我们在alias里面 使用了-s这个选项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指定 符合的档案的 副档名只要符合的话 它会执行 哪一个程式 这有点像我们windows里面的 预设副档名的关联 程式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定义了一个 alias-s 然后把这个 yml 或是yaml 的副档名 让它 使用这个vim来执行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 贴上来 它的意思是 假设我的 我的这个 档名 假设我们有一个档名 比如说我没有给口 把它输出 到一个 我们换一下目录 回到我们的 那个 加目录 然后我们用echo 产生一个 test.yml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是不是有test yml这个档 它确实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只要输入test.yml 按下Enter 它直接就会帮我们载入到 用VR就帮我们载入 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它是 复档名 复档名符合 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alias指定 它就帮我们做了 这样子的操作 这个是可以指定这个 复档名关联 预设 程式的一个方法 然后 它还有一个扩充 就是用-g的 这一个 这个指定 这个选项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 怎么出来那么多 重新再 Ctrl-C一遍 Ctrl-C 按下Ctrl-L 清除荧幕 再把它贴上来 它的意思是 我们 只要用加了 -g的这个选项 这个 alias代名 它可以 使用在我们 命令的任何位置 因为通常我们alias 指定没有加 -g的话 它是 完整的一个命令 从左边开始的一个命令 可是我们这样子 使用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大写的g 放在我们 命令的任何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要看我这个目录下面 比如说我细地到这个 OMYZSH 这个资料夹里面好了 因为它里面有比较多的档案 好那我们就可以一样用 LS这个指令 但是 我要用长格式出来 但是我希望我要找出所有的 我的档名里面 有含了T这个字元的 所有符合的档案或者是 目录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的就是它符合的 就帮我们列出来 大小写全部都列出来了 事实上它执行的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它会把g 帮我们换成了 type符号 然后grep -i 就表示大小写都可以找得出来 然后再找一个T 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用这个-alias这个-alias这个选项 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功能 ZSH也有 让我们可以快速的输入 目录名称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的家目录 按Ctrl-L清除荧幕 以前我们要到某个资料夹 我们就会打cd 然后空一个o 然后按tab 它就会帮我们找出符合的 目录名称就出来了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 它其实cd这个指令都可以不用打 你只要直接打入目录的名称就好 比如说我是要加目录下面的 点o 就是o-sh 然后下面的pl 然后在下面的fas 再按一个tab 它自动就会帮我找出符合的 这个 目录的名称出来了 这个fas 应该有个fas fas开头的有两个档 所以我如果再打一个d 直接按enter 它就自动切到fasd这个资料夹里面来了 因此我们只要输入 比较简短的目录名称以后 再按tab 就可以 快速的切到 这个资料夹 特定的资料夹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要 移回切换前的目录 就是用这个cd减号 cd减号就可以切换回去了 d这个指令可以把我们 最后10个 切换目录的历史 帮我们列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换过了 这几个cd的指令 会切换不同的 目录 那假如说我们要马上直接跳到某一个我们设定 资讯过的这个目录 直接切换到那个目录的话 只要直接输入前面的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 我要切到这个themes这个资料夹的话 那它这边是3 直接输入3 它就直接帮我们cd过去了 那 可以说用这个d这个指令来做 资料切换的话 再加上 输入数字就可以了 那这个指令可以说很快的可以帮我们切换 最近使用的几个 目录 那以上基本上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zsh有几个基本的操作 那只要熟悉的这些基本操作 相信在 对zsh的 命令的输入呢 就可以有很好的掌握了 那也可以很快的 要来执行我们自己需要的这些动作 以上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